大家好,我是小A,欢迎大家再收看小A的《战地4步兵教导》视频,那么前一阵子有一个网友问小A就是小A你知道游戏里什么叫做中跳吗?你知不知道怎么做? 那么小A知道,只是我不知道大家想学这个技巧,所以我今天想用这个视频来教大家怎么做周周跳 在说这之前,小A首先想说就是什么叫周周跳?周周跳是一种偷袭敌人的方法 最常见的用法就是当你在墙背后,就是在掩护后面,敌人看不到你 你想跳出去的时候,先比敌人快一秒,你就用周周跳的技巧 更详细的说就是,你用周周跳的时候,你跳出掩护的时候,敌人看上去你的士兵的动画 是突然跳出来,马上又趴在地上,然后突然再站起来 他的目的是,让敌人的准心打偏,就让他的子弹打偏 因为我们一般人是,看到敌人是靠反应来瞄准 那么看到敌人一下子跳出来,那么肯定是往他跳的人,瞄准的第一发子弹是肯定打他跳的地方 第二发子弹,他突然趴下去就会打偏,然后他又突然站起来,我们就很难调整 所以他的整个目的就是,周周跳要让敌人的子弹打偏 而且要在掩护后面跳出来,在你跳出来的时候,你先瞄准敌人,不让敌人先瞄准你 更详细说就是,不要让敌人先打到你,你让你自己的子弹先打到敌人 这个可能我解释了有点啰嗦,我也不知道大家懂不懂 但是,基本原理是这样子的 那么我现在来教大家,怎么做周周跳 那么首先,如果玩家想用周周跳来偷袭敌人的话,你一定要保证,你坐的时候敌人看不到你 只有你在跳出去的一下子,他在刚刚看到你 更简单就是说,你一定要保证你在墙角这个位置 就是说,你站在这里,敌人在墙角后面 敌人看不到你,你一下子跳出去的时候,正好偷袭 站在那里,或坐在那里的敌人 如果敌人站在你面前,你去用周周跳是没有效果的 因为周周跳是一种动画的延迟 一下子从墙后面跳出来的时候,他才有效果 那么,怎么做周周跳呢?其实非常容易 我小A首先来简单的用画来告诉大家怎么做 首先你用快速跑步的步骤 跑出墙口,然后再跑出墙口的一下子,你要跳 跳的过程中,马上把你的枪用铁镜或者金属镜来瞄准敌人 其他什么剑都不要碰 我再说一遍 你一定要快步跑 跑到要跳出去的时候 就是跑到要跳出掩护的时候 你跳,然后在跳的当中 就在空中的时候,你开你的金属镜或者开你的1.1倍镜 红点镜,对着敌人 你成功的做出来之后,你的人应该有点像往前滑的这种感觉 我现在来做给大家看 我希望大家刚才看清楚了小A着鲁镜 我着陆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 我着陆的时候我的人有点往前滑的 其实这个滑的过程中 就是敌人看上去好像我在这里跳了一下 趴在地上,然后又马上站了起来 好,那么今天小A就说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我希望大家看了这个视频之后 学会了怎么做猪肉跳 我认为主要还是要保证 你跳出的时候敌人在这过程中看不到你 就是你一定要从一个很大的掩护后面跳出去 才能做好这种动作 否则你的动画延迟是做不出来的 敌人还是看到你正常的跳出来 不会像你从眼后后面跳出来 一下子看着到你人跳出来 趴在地上又马上站成这种动画 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 可以在下面留言 我可以用另一种方法来解释给大家听 怎么做猪肉跳 那么今天小A就说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感谢大家一直支持我 请大家保重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